记者廖千银台北报道,劳动部上周举行基本公司工作小组会议有媒体报道,新任基本公司审议委员大多已有默契调高基本公司,不过劳动部今天大动作澄清,强调会议中并没有委员发表未来基本公司调服的相关意见,报道与事实不符。 另外,新任基本公司工作小组共有28名成员,但其中有6名非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也就是说这6名根本无权参与决策基本公司是否调长。 劳动部上周召开基本公司工作小组第11次会议,该小组为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会下设的常态性讨论机制,研议基本公司相关议题。 劳动部表示,基本公司工作小组并不具审议基本公司的呈现,且该次会议也没有委员发表未来基本公司调服的相关意见。 劳动部说,上届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去年12月31日届满,本次工作小组会议未改选后新任委员首次聚会。 因此,会议重要报告是将为现行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会之组成于审议机制。 基本公司工作小组之重要研议成果及当前经济社会情势之影响评估, 使委员充分清楚基本公司审议委员会及基本公司工作小组之运作方式。 会中处简介国际上外籍劳工政策与最低基本公司制度之关联性之研究成果, 国际上采行最低公司制度的国家其本外劳均一体, 适用该国基本公司之规定等此外, 并报告当前经济社会情势, 使委员掌握劳动市场现况及涉金发展情势。 劳动部进一步表示薪资低落原因错纵复杂, 政府现在正由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等相关部会加速推动经济转型, 改善投资环境、加强人才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等以追求永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以期薪资和经济成长能同步提升。